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要數今年討論到最高的化妝品牌子 我想MBE應該入到頭三位 真的沒有去過日本,也有聽過 我去東京的時候全部被人掃光 幸好去年有朋友幫我在日本買了一點 我再加多一點,用了一陣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用後感 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好用,值得買要數貨的程度 就不要錯過今天這一集 這個品牌我怕讀錯一直都叫MBE 但看回日文拼音應該可以讀MBE 她的創辦人是日本當紅女星御用化妝師何不預計 所以為什麼日本會不會去追捧,爆紅去到海外 大家都很想試 今天我會分享八樣產品 第一個就不如說一下他們最出名的Primer 叫做UV Primer 它是有SPF50加,PA4加的 它是比較挺身,但一推開很Smooth 之後有一個很厲害的光澤感 這裡是光 它做到提亮的,令到氣息很好 你會看到它亮白了,又不是泛白那種 不過我覺得香港的天氣用不到這種有少少油膩 它不是那種塗了油的感覺 但是一路有層東西在上面 這種感覺是令我很卻步 去到這個距離還看到反光感 它已經吸收了 所以除非你喜歡日系比較濕潤那種底妝感 如果不是我覺得2750日圓都要165元 未必需要買到它 但是它拿了很多第一位,應該有個群眾會喜歡它 只不過剛好不是我喜歡的妝感 Primer之後我打算在日本試色買Cushion 完全沒有 所以就跳到遮瑕膏了 我也是買不到一個本的 只是買到一顆的補充妝 幸好都叫做有得試的 這個我買的顏色是Beige Up 你會看到比較淺的 已經是深的了 我今天用了都還可以的 做眼底是有少少提亮的效果 這個遮瑕膏它不是叫Concealer 它叫做Fanceler 一摸下去好像溶了一樣 它有SPF20PA兩個加 比較少看到遮瑕膏是有防曬系素 然後摸給大家看,很滑 這個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更多人搶 因為它真的很滑 它的確是有少少存在感 有妝感 不是極度自然那種 所以要看化妝習慣了 素顏再加少少遮瑕膏出門口的話 它的妝感是有點重的 但跟我一樣 要不化妝要不化全妝的話 它的效果是不錯的 我現在眼底用了它 是很平滑 之後眼紋完全沒有出來 然後遮瑕度也很好 我是覺得挺喜歡的 它的價錢是3850日圓 大約約230元左右 希望遲些情況沒那麼誇張 我就可以托朋友幫我買他們的遮瑕膏 這個先用 在ShoppingHoy有分享 我很喜歡Ambi的美妝蛋 這個是全新的 然後這個是濕了水的 你會看到它發大了 尺寸也有分別 還有這個有彈性 是實正一點 濕了水之後很柔軟 你看到無論是乾的或濕的 它都是沒有氣孔的 很密集 然後這個用了很多次 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粉感 在上面不會吸了很多粉底 我是超級喜歡 大家一定要買 它還要不過1000日圓 770日圓 大約45元左右 是超級高質的 然後到另一個明星商品 就是它們的四色眼影盤 我手上有的色號叫Sand Brown 化出來的妝效 就會像直陽的感覺 你看到我這樣搓 它不飛粉的 還有那些粉質 是很滑 顯色度很高 那個延展性很好 眼影的粉質 調色 然後這個是金屬光的光澤 所有東西 我都覺得是可以比美到 尊貴眼影的質素 它化上眼的時候很滑 完全沒有粉的火粒感 想濃妝一點 重手一點 想淡妝一點 輕手一點 可以控制到 然後不會掉到眼皮 很乾淨 亦都是blend得很好 但缺點呢 我覺得它四個顏色的層次 不是很多 它沒有一個很淺色做打亮 亦都不會有一個很深色 可以做到眼尾的深碎度 所以我覺得化來化去差不多 以這個粉質來說 3300日圓 200元不用 是高質的 它還要有掃 有海綿頭 有掃 我覺得是超值的 但是是否一定要擁有 如果剛好找到一個你喜歡的顏色 是可以買的 但是以我日常常用來講 它是我想到那一天 衣服是搭這個眼影才用到 但是每一次用都是滿意的 說起眼妝呢 另一個我有的 就是它們的眼線筆 它很擅長 跟love liner做一個cross over 質素是不會輸的 因為love liner大家都喜歡用的 它畫出來的眼線不會兇 是日系比較溫柔女生的感覺 然後我穿了很久 紅了都不會掉 所以持久度是love liner的質素 顏色方面 我就覺得以red brown這個詞語 我會想著是更加瘦紅色 鐵紅色 但是出來是比較日常大眾的啡色 所以有失望 但是如果說以這個價錢 1761-105元左右 香港買love liner是多少錢呢 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不會服的 但是未去到語別不同 一定要入手 總之繼續就是它們兩個的打亮產品了 有一個跟大家分享過 叫做luminizing powder 今天這一邊的打亮就是用了它的 它這個顏色應該是叫rose glow的 有少少淡粉紅色 超漂亮的水波光 但是剛剛發生了意外 它裂了 它碎了 我現在很傷心 這個我是很喜歡用的 我還想告訴大家 一路摸它是不會飛粉 但是它就是這樣裂了 它是有個掃子 跟著之後你用它這個掃子去想 就會厲害 哇真的超漂亮 它加少少在蘋果機那裡 是會這樣購買出來 是很漂亮的 它的價錢是2420日圓 即是約143元左右 以這個質素來說也是很好 是我第二樣喜歡的東西 在這個牌子裡面 很想哭 有刺激的顯毛孔 但是不過分的 你看到它的垂波光是很細緻的 然後另一個打亮產品 我沒有了心機 是它們的glow highlighter 它是一個高狀的打亮 然後顏色也是比較粉紅色 摸下去很濕潤的 是那種在水上面 這個是水波光 這個是直接是水 所以我拍照去這邊 其實我今天有用到的 我再加強給大家看一下 它會好像日本雜誌 整個臉很濕潤的感覺 再加上濕頭髮 那種風格 大家明白嗎 它做到的 它不會很令化妝品 底妝滑走了 但是呢 我就沒有那麼喜歡它的原因 一來它不會做到那麼浮誇的效果 我比較喜歡這一類型的光澤 它是上面有小小的流 所以你看到頭髮黏了上去 是不爽的 它是3080的 即是約185元左右 我會選粉狀多些 但是呢 這個是受歡迎一點的 它是一人下買一個 所以要看你的喜好 和化妝習慣 可能上面加少少的碎粉 就會好些 但是我自己習慣打亮在最後 那我就怎樣都在頭粉狀 它碎了 最後呢 就到一個唇部產品 叫做Crayon Lip 這個呢 我應該還有一個唇膏 但是不知道放在哪 它的顏色呢 是叫做Telacotta 是尺土色 我會覺得有點像大盒谷的顏色 是有礦物的泥土的感覺 不是那麼容易carry 但是你看到一路畫 它是非常之順滑 很smooth 很飽和 很好畫的 它畫出來有點像眼影 因為帶金色的光澤 說真的有小小像十八銅人的 所以不是我日常外出會用到的唇色 是一個又愛又狠 它很方便 小小放在袋子裡 補妝也很正 可能有其他的顏色 但是我在日本看不到 1980yen 118元左右 如果是有喜歡的顏色 去買 如果是這個顏色的話 我就會奉勸大家試一下 是否喜歡 那你才去買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我手上有的NB產品的用後感 如果找到那個Liquid Stick的話 我會再補 但是這一刻 我就真的不知道放在哪裏 我記得印象中是顏色漂亮 但是有點乾 但是我真的想讓大家看了這個試色 更加詳盡的用後感 所以聽一下就算了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會有參考價值 究竟是否去沖 我喜歡哪些產品 然後用完 還有上了臉的時候 那個感受是怎樣 都希望可以透過今天和大家分享 以這個開架價錢來說 在日本的價錢來說 我覺得它的質素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以香港買到的價錢來說 我就覺得不如去一些專櫃的品牌 我會更加值得 因為香港是MARKUP到很厲害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會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13 和星期日更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